我们实现了上面的一个悬向卡切换 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也去实现了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上面的悬向卡 和下面的内容进行一个关联 也就是说 我们去点上面悬向卡的时候呢 我们下边的这一个内容 也会跟着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来把这个功能去实现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红色的边框 我们先给它去掉 回到我们的index页面 然后我们下面去写了一个测试的一个红边框 我们把它去掉 我们回到我们的组件 list组件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sweeper组件 我们肯定是有一个事件 可以去监听我们的一个左右的滚动 那么这个事件呢 我们就是一个change事件 change事件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 对于sweeper的一个滑动的监听 我们去注册一下这个change 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个method 然后呢去注册我们的一个change 我们去打印一下 看change事件呢 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刷新 当我们去切换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给我们返回了一堆信息 这些信息呢 只去关注一个detail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对象 对象里呢会给我们返回create 表示当前是第几项 我们从零开始的 这是一 就表示我们的第二项 那下面呢 有一个createitemid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关注 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create 返回的是我们当前的第几个sweeper 返回我们的create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办法去定位 上面我们的一个table悬想卡呢 因为每次去点击我们table的时候 点开我们的table组件 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activeindex index呢可以去控制当前去选择的第几项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一个2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来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呢它就会选择我们的一个第三项 因为我们的下标都是从零开始的嘛 那如果说我们去把sweeper获取的这个create呢 去把它传给我们的table 是不是就完成了下面跟上面的一个联动 那么怎么去做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去写过一个自定义事件 就是我们的size.dollar.meat 这个事件呢会把我们组件的内容呢 发送到我们的一个调用页面 可以在我们的调用页面呢 我们去接收一下发送的一个事件 我们在这里就返回一个change事件 然后呢我们会携带一个值 值是什么呢 就是change事件给我们返回的create这一个属性 那么我们来获取一下 我们直接const 然后呢我们create 那么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一点detail 然后把我们的create传给我们的emit就可以 然后我们保存来到我们的index页面 我们需要在list里面去监听一下 从我们的组件里面发射出来的事件 那么呢这里就是add change 这个change呢 就是我们emit这里去给它定义的一个事件名 我们把它add写在这里 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去接收 接收呢我们也写一个change 然后回到我们的方法里面 我们来master里面注册一下 会给我们传一个参 传输就是create 我们来打印一下 看我们的create拿的正不正确 当前sweeper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先摔先下一面 当我们去滑动swiper的时候 这里呢会给拿到我们当前create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2 然后我们再滑呢可以拿到3 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把create去传给我们的table 是不是就可以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定一个tableindex 然后等于等于一个什么呢 tableindex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tableindex 是我们在index页面去给它去声明的一个变量 我们初始就给它一个零 然后当我们change的时候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index的tableindex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传过来的create 然后我们再去把tableindex传给我们table的 这个tableindex 听起来可能有点绕 我们仔细捋一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写在type上面的tableindex呢 现在是没有定义的 我们需要去给它定义一下 那么回到我们的type组件 type组件我们怎么去写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加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typeindex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type type呢 我们接收的是一个number类型 然后给它一个default的值 我们就给它一个零 然后我们需要去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页面呢 会有一个activeindex activeindex呢 就表示的是我们当前去点击的 在这里 我们当前去点击哪一个 我们就把activeindex去给它负一个值 然后呢就会去完成一个我们选项卡的切换 那么我们需要把我们typeindex返回的值 去传给我们的activeindex 那么传呢 我们需要一个watch事件 watch是什么呢 watch是可以监听data中 我们这里的值 或者是呢 是probs里面的值的变化 那么我们继续怎么写呢 我们需要监听谁 我们需要监听typeindex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在这里 它在这里呢 是一个方法 那么它会接收两个值 一个是一个new value 和一个old value 然后我们把它分别去输出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值都是什么 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监听到 我们typeindex的一个值的变化呢 先回到index 把我们这里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的list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log也去给它注释掉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来刷新一下 之后我们去滑动我们的swipper 滑动一下 会达到一个1和0 1表示的就是我们当前swipper所在的一个值 那么0呢 0就是我们在去变化之前的一个值 那我们把它滑回来之后变成01了 那么它的一个旧值呢 就是1 它的一个新值是0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滑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参数永远是新值 第二个参数呢 是旧值 那回到我们的type下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new value 那么我们第一个返回的参数呢 就是一个新值 那么我们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一个旧值 旧值啊 现在用不到 我们把它删掉 既然能够拿到我们的typeindex的一个新值 那么只需要把它复制给我们的ltoindex就可以 c4.ltoindex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一个new value 这样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生效 现在默认呢 我们table是在我们的第三项上面 这里去给它复原 我们改成0 我们永远默认是从0开始嘛 去操作一下 我们翻到第二个swipper 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table 已经给我们发生了一个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去滑动swipper的时候啊 我们上面的table会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去点击table的时候呢 下边的swipper应该也会去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但是现在它没有去变化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处理这一块的逻辑 那么它怎么去做呢 把之前的思路我们给它反过来 它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再去点击啊 clicktable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当前的一个index 我们点击的是第几项 那么像在list里面 同样呢 我们去把它发送出去 我们这里已经写了一个inmit 那可以拿到一个index 拿到之后呢 我们怎么做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呢 去传给我们的list 是不是就可以 跟我们上面一样 那么这里呢 给它一个activeindex 然后呢 我们把activeindex值我们付给它 没有去声明啊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声明一个activeindex等于一个0 我们再把activeindex呢 在这里我们去给它付个值 我们给它一个index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点击table的时候 获取它的值啊 我们把它付给我们的active active呢 我们去传给我们的list组件 我们的list组件呢 我们需要接收一下 我们怎么去接收呢 我们在props里面啊 同样的去给它声明active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type值 type值是什么 它还是一个number 给它一个default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0 最后呢 我们就是把activeindex 我们把它给谁 给我们的sweeper 那么sweeper啊 给到之后 我们怎么能够通过activeindex 去跳转到对应的sweeper的某一项呢 可以做到吗 那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的sweeper会有一个属性 我们的属性叫什么呢 就是叫active active这个值呢 就表明是当前 我们要去跳转到的第几项 我们在这里 先随便给它去写个值 我们写一个3 按理说 我们应该是在第一个嘛 所以我们就先给它一个3 去刷新一下 现在它会就跳到我们的第三个 我们往回拉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create create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activeindex 然后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在这里 这样的话就能做到我们去点击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 这样的话我们下面的这一个部分内容呢 会跟着我们点击table去切换 同样呢 去滑动我们下面sweeper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table也会去进行一个切换 这就是选项卡和内容的一个联动效果 我们就这样很简单的去把它实现了一下 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 那么 我现在在这边 有一点